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提到的就是這個地方 首先當然我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講 Jetson的部分這個格式 其實Jetson長什麼樣子 你點那個環保署網站Jetson 點開來之後它就長這樣 基本上外面就是一個中瓜屋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串列 它其實這個是有點像for Python用的 OK 然後外面是一個串列 其實我們主要是抓什麼 抓這裡面的資料 這個資料結構的話我把它Ctrl加好了 把它放大一下 它的結構一定是一筆資料跟一筆資料中間一定是豆點 所以它一定是開頭一定 可是各位講有的資料並不一定前面一定是中瓜糊 有可能是大瓜糊 所以Jetson有時候麻煩是它的結構不一定是長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你還要必須要針對 那個Jetson的結構去做解析 OK所以每一次寫的程式可能它還要稍微調整一下 但是一樣的部分就是說如果像以這個來看 它這個是第一筆資料 第一筆資料一定是大瓜糊到大瓜糊 然後豆點在第二筆資料 再一個大瓜糊 再一個大瓜糊的結束 其實大瓜糊你可以想到的就是Java Java裡面的這個有沒有 它一定一個Statement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大瓜糊到大瓜糊 所以它其實這個Jetson裡面J嘛有沒有 它就是源自於Java Java的一個JS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它全名開頭是Javascript什麼什麼什麼 O好像是Object的一個格式 也就是說你直接可以把這個資料 就位到Java裡面 就可以把它當個物件 就存取裡面的一個屬性 把某些屬性抓出來 那這邊的話就第一筆電 所以我們上禮拜就是什麼 先抓第一筆資料來練習 所以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我們的Excel 就把它貼到這邊來 那我其實希望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幫我抓到的東西 因為前面是Key Key的話其實就是欄位名稱 後面主要是我要抓的是Value 所以我把這個資料一個一個的抓出來 OK 這是上禮拜講到的啦 如果你上禮拜部分不太清楚的話 可以再把它複習看一下 所以我把它Run一下 上個禮拜第一段程式 就是這邊這個 我把它註解掉了 我把它再打開一下 OK 再把它解開 然後加一個不同數字好了 加一個1好了 OK 那這個執行的話 它基本上就是什麼 先抓什麼 把G1的資料抓過來 G1在這裡 這個拉過來一點點 因為這邊有露營 這邊有我的人頭 在這裡 OK 然後把資料抓到這個S的變數裡面 然後先把前面的雙引號先去掉 特別是要雙引號的話 記得就要有兩個 如果你要抓雙引號的話 如果在Python裡面 它是有個拖曳資源 是反斜線這樣子 在VBA的話 就是要兩個雙引號 代表就是一個 就是那個雙引號的資源 把它取代成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取代掉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裡面就不會有雙引號 然後再來怎麼樣呢 再把空白拿掉 所以裡面有很多空白 把空白全部拿掉 所以前面兩件事就是什麼 把不需要的資料先取代掉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再做Splitter Splitter根據什麼 這個豆點 因為一筆資料 中間就是用豆點隔開 OK 所以切開來之後的話 總共應該五個欄位 所以這個Array裡面的話 它裡面就會 我把它新增進去看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就會是一個Key就是Size 然後呢 冒號這個比如說屏東琉球 那可是我只要什麼 只要後面的部分的話 所以要做第二次切除 第一次切除是切這個資料 第二次切除是我只要什麼 後面的這個資料 那後面資料的部分的話 那我就是把所有的這個陣列裡面的資料 怎麼樣 再做一個什麼 U-Bound U-Bound就是找到它最大的 所以它總共五個欄位 所以0到4 然後分別怎麼樣 把資料切出來 那Array2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什麼 把第一筆資料 就是Size 就是那個往哪一個站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監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的話 就兩個 一個是Size 一個是屏東琉球 那我如果只要屏東琉球的話 並且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話呢 Column等於1啦 就是第一列的第一欄 放進來 然後呢 再換下一個的話 C等於C加1 就是下一欄的意思 下一欄 下一欄做什麼呢 再幫我切 切什麼呢 再來就是切什麼 切County 來屏東線切過來 所以第二個 切屏東線 再來就切PM2.0多少 是16 所以把16加過來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時間 時間切過來 再來就是它的單位 單位切過來 OK有沒有 那就結束啦 那可是目前的話呢 只有抓一筆 有沒有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寫 你說老師 那不是已經有現成了 2019嘛 那問題你要去買啊 你如果沒有買 那你怎麼你 所以這兩難 對不對 你總不可能跟老闆說 老闆 那個Jason有新的功能了 在哪裡 2019 你的意思是說要花錢嗎 什麼花錢 花錢是大事耶 如果在企業 每一分錢都又很珍惜耶 所以當然我不要 你給我寫出來就好 我不要花錢買 對不對 對 花錢花很多錢 我花錢請你就很多錢了 對喔 就是叫你來寫這東西的 OK 所以我已經幫你寫好了 如果老闆真的要你寫的話 OK 那第二段做什麼呢 再來就切過來 所以我下一個工作表 就是把所有的資料一樣放在G1 所以呢 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啦 全選一下 Ctrl C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它貼到那個 這邊G1 然後我是把它用那個跨欄之中啦 整個 因為 大家想說老師 可不可以就是直接 資料就直接過來了 OK 那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我們為了 讓各位比較好瞭解 下一個階段當然最好是直接下載下來 直接就丟過來就OK 可是因為 為了顧慮到那個效果 那我們可以怎麼切呢 所以下一個階段是把資料全部貼到G1 那我跨欄之中貼過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希望做出來效果長這樣子 就全部 這個已經全部寫好了 全部寫好的話就是這樣啦 其實就是一個 JassonSpriceAll 意思是全部切啦 然後我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就這樣 執行的話呢 它就是不止一個 有沒有 咻一下子馬上全部切完了 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總共多少筆資料 Ctrl向下 所以全台灣的話呢 總共有153個側站 也就是行政業環保署 在全台灣有150個側站裡面的數字 馬上就可以download下來 馬上就知道了 OK喔 好 那可是問題是要這個怎麼寫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剛剛已經有做一個了對不對 等一下如果要下一個 下一個怎麼做呢 所以特別注意跟各位講一下 我主要是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一個 把它怎麼樣 拿來改 改什麼呢 改成共用的 因為底下的每一個資料 它都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只有哪個地方不一樣呢 第一個 你必須要傳 傳什麼 傳那個資料給我 哪個資料 所以我這邊的邏輯下 第一次如果你跑 你就先丟一個這個給我 如果你要跑下一個 你就再跑下一個 下一個什麼 下一個大瓜虎給我 再下一個下一個大瓜虎給我 反正你就是 S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你就把這個切過來 丟給我就對了 OK 第一個參數喔 那第二個參數是什麼呢 第二個參數就要放在哪一列 因為第一次放第一列嘛 那你程式剛剛這邊不是有個1對不對 Sales的第一列的C欄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每次都放第一列的話 那不是全部蓋上去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會多一個就是把它變K 那K的話是第幾列的意思 比如說第一次放第一列 第二次放第二列 一直被推 所以我底下的話是怎麼改 對不對 只有改1 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複製貼到底下來 1後面增加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叫S S就是你要傳給我那個大瓜虎裡面的內容 第二個的話 它要放在第幾列 第K列的位置 那所以呢 我就把這兩個加上去之後的話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S那就要把它註解掉 因為我們來源 就直接把S帶過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行就不需要了 OK 然後其他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地方 K在哪裡 K在這裡 把原來這邊有沒有 是E對不對 把它改成K 其他都不需要修改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呼叫它 那怎麼呼叫呢 特別注意喔 那我第一行一樣 先把那個A到E欄給清除掉 OK 在這一行當然 你不寫變成你要手動清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我的資料來源S 等於是把這邊的資料 全部呢 幫我這邊的全部資料 全部丟到S 那再來我先做什麼事呢 第一件事就Sprint它 Sprint什麼呢 從這個S自己的資料裡面全部 然後第幾個字從第二個字開始 為什麼從第二個字開始呢 因為我前面是一個什麼 一個這個中瓜糊要避開 OK 然後呢 到這個什麼 總長度-2 那因為後面其實還有 好像一個空白 加後面的那個中瓜糊要把它去掉 然後再來用什麼去Sprint它呢 其實我想了很久 因為其實每一個資料 其實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豆點去Sprint 不過後來我發現 如果你用那個大瓜糊來切的話 好像會相對的比較不會有問題 我記得好像因為我試著用豆點 跟用那個後瓜糊 我發現後瓜糊相對的比較OK一些 為什麼待會你們可以看 然後再來的話 K就等於1嘛 就是從第一列開始放 那放到哪個 因為把這個所有的資料切了 所以我們把它跑一下也就是這樣 第一行是清除 然後把資料帶過來 就這個資料帶到這邊來了 然後並且幫我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的話 可以看一下array 如果你要看裡面的按右鍵 新增間看是 按確定一下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 這個array 這個陣列裡面放什麼了 有沒有 這個裡面就放 一個大瓜糊裡面的 這個所有資料 反正就是這個資料裡面的內容 但是因為Sprint裡面 後面那個後瓜糊有拿掉 所以它最後可能會少一個後的大瓜糊 不過那不影響 因為最後我們是要取那個Value的部分 所以那個沒有瓜糊不影響 再來做什麼 再來就是放到哪一列 再來的話 我們從這個陣列的每一筆 總共153吧 從第一個從0開始 到總長度-1 你想說為什麼要-1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最後跑好像有出錯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新增監看4 我們監看4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檢視裡面剛剛的監看4串 在底下 那我看到最後有一筆 剛好是什麼 是空的 所以我就把那一筆給避開了 這個放大一下 在這裡 OK 然後你會發現這個往下拉 拉到最後一個 你會發現153 它居然是一個空的 所以等於是說 它給了Jason的檔案 有問題 因為它最後好像 不應該在最後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動作 不知道是不是多做了什麼 還是我Split的切 多一個還是怎麼樣 OK 反正它有一個空的 最後就把那個空的避開來 所以我這邊就-1 那再來的話 我就開始怎麼樣 開始的時候去切 那怎麼切 特別注意 我們就不做重複的事情 所以我把什麼 把這一個array 直接 第幾個array 第0 比如說第一個 我就直接傳給它 所以我的call 然後傳過來 也就是說 傳過來有點像我把那個 大瓜湖的屏東 就跟剛剛那個一樣 傳過來 然後並且跟它講說 從放在第幾列 第一列 然後所以它是做剛剛那些事情 所以切切切有沒有 屏東 所以這個也許跟剛剛是做一樣的事情 做完了第一個之後 換下一個 k等於k加1 放在下一列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那就一樣了 就變成下一個傳過來是哪一個 在台南 OK 所以台南 台南 那就換下一個 我把它執行 有沒有 台南就OK了 有沒有 那再來就下一個 台南好幾個 彰化 有沒有 一個一個一個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那最後的話 等到全部跑完了 那我最後呢 因為它藍框可能不ok 所以我最後又加一個叫 Colens A-1藍AutoFits 這樣的話 就全部自動幫我調整 OK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完成結果 就是長這樣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原來的Jetson格式做解析 然後直接放過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程式 分享給各位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的一個寫法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更好的寫法 你可以自己再 可以再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還有更好的 或者說裡面還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也許可以跟我講 那我是放在那個單元06裡面的 第一個 01 在第七頁的地方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就這一段 剛剛是這一段 這一段有沒有多一個SK 然後這個以下就是我們主程式 第一段就上禮拜這一段 上禮拜 OK 上禮拜是第六頁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OK 所以如果你要解析那個Jetson的資料的話 那我這邊是有寫 利用之前教過的那個什麼SPRITZER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東西不會的話 自己寫寫看也OK SPRITZER 然後配合那個什麼UBOUND 有沒有UBOUND就是切完之後 它陣列數量的最大編號 那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這次有點難度 但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CSV、XML跟Jetson都可以下載的話 基本上 大概網路上的那個主要的格式 你應該都可以掌握了 剩下來的話 就是再花一點時間 也許回去有時間可以練習看看 反正從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找找看你比較有興趣的 拿出來 試著看看怎麼樣 把它下載下來吧 OK CSV、XML、Jetson、三種